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劍盾 這次的影片又想教大家如何在這個遊戲中輕鬆獲得火焰磚和劇毒寶珠 首先講解一下這個位置就是道館裡面 右手邊的房間會看到有一隻古元鳥的機械人 你按進去就知道它是一個合成道具的東西 這次教大家如何合一個火焰寶珠和劇毒寶珠 另外有一些我都上網看過配方 是有什麼比較重要、有用的來分享給大家 首先我們合的當然就是重頭戲的毒珠 毒珠需要4個巴比果 巴比果我相信只要在抗野有遙開鼠其實是非常簡單 你看到有60多個 只要你把4個巴比果 不是,是比巴果 比巴果放進去 你就會獲得一個劇毒寶珠 非常簡單 不用像之前打這個聯盟才能獲得 好 除了劇毒珠之外 它這個方式也同樣適用於火珠的獲得方法 好 接著就看一看這個進化石 日之石 日之石4顆就是成為一顆火珠 好,我們都按進去 比起以前的就相對地非常簡單 比起以前的就相對地非常簡單 因為之前就要打聯盟才能獲得 變相火焰寶珠和劇毒寶珠是非常昂貴的 OK 講解完這兩個比較有用的戰鬥道具之後 我們講一些比較 比較上可能是 沒有那麼重要的 好 首先就講一下這個PP提升劑 我都搜羅了大部分的配方 搜羅了大部分的配方 有一些其實就不算真的很好用 但是有一些我覺得都重要的 所以就分享給大家 好,海鴿抗石 四個海鴿抗石就可以成為一個 PP提升劑 其實這個機器是可以合成很多東西出來的 但是有一些就有機會會蝕 有機會會蝕 所以我就不特別分享了 有機會大家可以自己嘗試 OK 之後我們就講龍之牙 龍之牙 四個龍之牙就可以合一個龍之鱗 而龍之鱗片就是用來進化刺龍王的一個道具 OK 但是龍之牙 龍之牙我就沒有 那怎樣才會有龍之牙呢 就是要合極巨糖果 四個極巨糖果就會成為一個龍之牙 四個龍之牙就合一個龍之鱗 那就是說要16個極巨糖果就可以合一個龍之鱗 沒錯 沒錯 但是其實龍之鱗片在這個新的DLC島裡面 其實是可以收拾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收拾到的 我自己身上有兩個 不知道是兩個還是三個 就未必需要靠到合成才有的 對了 OK 應該是欠一個龍之鱗 我們就可以合成成龍之鱗片 好 所以其實這個合成的功能 是極之方便 方便大家獲得一些道具 好 至於就 至於自己衡量自己的物品數量 那個材料數量夠不夠多 OK 龍之牙四個 對 把四個龍之鱗放進去 最終得出的物品就是龍之鱗片 對 龍之鱗片 剛才說過就是用來進化刺龍王 好 今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最主要這條影片就是想告訴大家 火焰珠和劇毒珠在這個DLC下 基本上就已經是極容易獲得的 極容易獲得的 因為之前一路未出DLC的時候 火焰珠和毒珠是很難獲得 而且價格也相對高 它可以換閃光 可以換各種不同你想要的東西都 如果有人要你那顆火珠 那你其實出什麼都可以換回來 但現在的話就未必有了 應該不會有 因為太簡單了 這些火珠和毒珠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按訂閱 我們下次見 拜拜